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關於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攻略 這次的內容主要會圍繞在超人挑戰的刷分陣容上面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試煉加成這邊直接照抄就好 不過由於我昨天早上這支帳號並沒有挑戰到試煉 所以試煉點數這邊會少一天的笨 如果拿到點數的玩家可以補在防禦或是抗暴的加成上面 這樣分數會再往上提升 接著選好之後我們要挑戰的難度係數這邊是133 除了最後這個戰鬥開始8%反傷不要打勾以外 其餘的我們都可以勾起來 準備好之後就開始介紹隊伍搭配吧 老實說這次的挑戰難度非比尋常啦 對手的傷害相當誇張 就算是坦克職業也有可能第一回合就被秒殺 所以在角色的選擇上 我們一定要盡量選擇坦度與控制兼具的武將 那我會建議各位一定要仔細聽完 因為我不清楚你們到底擁有哪些武將嘛 只有聽完才會知道可以選哪些角色當tip 那1號位我會建議選擇超超 我們需要依賴他的怒弓來降低對手的攻防能力 同時配合羈絆的回怒效果 讓整體隊伍的怒弓節奏大幅提升 現在2號位的對手是呂靈璽 他的傷害超級高 所以這邊我選擇用司馬懿來抗衡 司馬懿的傷害與坦度都不錯 但重點是建議要有三開換武 這樣才可以觸發殘血被動跟吸血效果 在3號位的話 對手的傷害一樣很高嘛 那這邊我會建議各位使用 有三開換武效果的貂蟬 因為貂蟬的換武效果是幫自己 與殘血的隊友回血回怒 所以整體的坦度其實不錯 因此算是3號位的優質人選 那4號位的話建議選擇諸葛亮 這是角色的被動可以控制對手的怒氣 然後怒弓可以加快我們整個隊伍的怒氣恢復 這樣在搭配上曹操跟貂蟬的效果 輔助類型的角色就可以發揮出非常好的效果 接著第五隻角色 我自己實際測試過好幾隻武將 那最後比較能打出好成績的第一位是郭佳 他本身就是一隻非常強力的增傷角色 但我選擇他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他的三星被動在釋放怒攻的時候 有機率可以麻痺前排單位 因此我們會比較有機會可以撐到第九回合 打出更多的傷害 那郭佳沒有三星的話 就建議替換成劉備 劉備的怒攻可以造成全體空怒的效果 一樣是能有效的讓我們存活更久 如果劉備有三星的話 生存能力又會再提升一個檔次 最後曹操就是系統強迫要帶 但由於我的加成點數較少 把曹操放在前排很容易躺地板 因此就選擇放在最安全的六號位了 那戰位方面的話 曹操跟貂蟬的位置可以替換 至於其他的我嘗試下來的效果都不好 所以直接照抄就好 接下來神兵方面 我會建議第一把一定要放葫蘆 因為對手的攻擊力相當高 所以必須要優先補血 接著第二把今天選擇 蜻蜓牛刀來控制對手的怒氣 當然如果各位有核勢筆的話 絕對核勢筆是最佳選擇 那最後我們才選擇 攝製弓來打回合傷害 然後重點 釋放順序這邊 記得改成按照技能位置釋放 否則沒有補到險 很容易撐不到第九回合 那如果各位的加成點數足夠 彈得住傷害 就可以把葫蘆改到1號位置 然後蜻蜓牛刀換成盤龍斧 來增加攝製弓的傷害 接著靈寵方面主戰一定要選擇夫豬 我自己實際測試下來 使用夫豬的傷害大約都是落在2000-3000萬左右 那如果是比翼的話 最多就是1000多萬 所以這個陣容夫豬會遠大於比翼 然後主戰建議選擇龍象加九尾狐 因為對手的攻擊力是真的很高 所以需要龍象的殘血治療加九尾狐的魅惑控制 那如果你們可以把對手的血量打殘 就可以把其中一隻助戰換成熊貓 接著潛能方面拼傷害也就對了 對潛能3131、郭家3223、諸葛2213 然後貂蟬3233、司馬翼3131 最後曹操3233 至於戰魂方面全部的角色 都建議選擇弱點突襲來拼傷害就好 然後換武方面就建議司馬翼跟貂蟬要有三開的換武效果 我自己測試司馬翼沒有放換武 傷害其實也差不多 但容錯率會下降不少 因此建議藥有會比較好 那這組陣容目前最高的傷害就是194779分 無論使用劉備或是郭家傷害都有成功達到19萬這邊 如果你們有更多的加成點數要破20萬或是更高 我想應該都有機會 那最後我建議各位在嘗試這組陣容的時候 也不要花費太多次數 我稍後還是會繼續測試其他角色的可能性 如果研究成功就會盡早上片 那晚一點我會上傳另外一組高分陣容 但對於角色的需求也真的提升不少 那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我是雞腿我們下次見掰囉